下雪芒果日前是现在市场最夯的水果 而采收期也接近尾声 许多果农都用芒果做出各种好吃的周边产品 来自佐西乡的芒果农高小城 因为女儿高洁心开了一间中式餐厅 与朋友们发挥创意 把芒果放入烘焙饮品等等 迸出了甜美的新滋味 获得不少民众喜爱 也将在7月底前大推下雪芒果的周边商品 金黄色的芒果加上独特的海盐奶盖 绿潮的下肢海芒QQ 口感香甜不腻 这是来自佐西乡一位中式餐厅老板娘 用自家芒果所研发出来的下雪芒果周边商品 不只好看也相当好喝 我们下雪芒果今年是盛产 那我们的佐西乡的下雪芒果 技术上也越来越纯熟 那现在是盛产 大概是在中后期了 所以朋友们要吃的要赶快 下雪芒果目前是现在市场最夯的水果 采收期也接近尾声 果农也利用了次级芒果 做出多款令人垂涎三尺的周边商品 来自卓西的芒果农高小城 因为女儿高洁心又开了一间中式餐厅 时常把次级芒果带到餐厅内 没想到女儿与朋友发挥了创意 把芒果放进烘焙饮品等等 蹦出了甜美的新滋味 我们下雪芒果除了香气非常自然香浓之外 还可以做这个周边的商品 所以我们有一些比较刺激的 这个下雪芒果 我们可以做这个饮料 冰沙冰棒甚至蛋糕甜点 这个带着这个我们下雪芒果的香气来 这个让顾客让我们大家享受 不只有单单饮品就连蛋糕饼干也都不放过 都可以看到金黄色下雪芒果的踪迹 吃起来香气十足 获得不少民众的喜爱 也将会在7月底前大推下雪芒果的周边商品 而且芒果的趣味相当相当特别 这个非常非常的香浓 受到许多年轻人的喜爱 不管是纯吃或者是加工 这个非常非常多的我们青年朋友 非常喜欢这个口味 高小诚表示 刺激品这些果大多是由于卖相不好看而被淘汰 果实品质都没有问题 透过年轻人的创意 让这些刺激品的芒果也能够摇身一变 变成人人都要的点心 不仅帮助果农解决了露果 以及刺激品等等的问题 显著地提高了经济价值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